各位好,德哥好 玩具TV,不知道第幾季第幾集 臨時直播 我們來到哪兒,德哥? 王室寶的POP RACE 1比1的靚車裏面 我們找到車主人借了這輛車出來 是的,沒錯 我們催你便要相信 其實拍攝近一點 我想看這傢伙是否下車 你看一看 現在我們在拍攝的是真真正正1比1 如果真的下場砌的話,這輛車會是怎樣呢? 會見到一些防滾架 還有會見到裏面有條油,戴著口罩 還有這個可以拆出來的方向盤 這輛應該是2019年的Aldi R8 LMS 這輛是真車 可以見到空間真的很小 你可以見到我可以棄到東西的地方 而且腳是剛剛好 剛剛好,我見到你根本失不值 老老實實 就是不同的F1那些 所以可以大家看一下 如果坐一手要出來的時候 就要拉開這個金色拉開出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方向不同 我不拿著,你是出不來的 其實 好 通常就會拿走了 然後就會這樣出來 哈哈哈哈 我覺得真正正 有點吃力 你沒辦法,你這個人高 要趕快趕快趕快 搞定 好,那我們這些做小的都是負責開門和關門 那為什麼我們來這裡看看大車的德哥 是啊,不知為什麼呢 都有一句 既然見到POP RACE能夠擺回這個陣 總是有些原因的 沒錯 好,或者都數一數價1比1 給大家看一看吧 配不太多人 好 我們這些窮鬼只玩1比64 有錢人就可以直接坐上去1比1那裡玩等等 那這部R8LMS呢 就是5200cc 接近600匹馬力的一部賽車來的 當然,如果是Eva迷的話 就沒得走了 因為本身整個拉花都會見到很多Eva Test Type的標誌 當然也都有主要兩位賽車手的名字 還有不同的Sponsor 哇,這個真棒 是 因為本身整部車的車架都是碳纖 那它現在這個全個都是用了Red的包膠 整部車都包了一個Eva的特別色 哇,男人都喜歡玩後面的 可以拍在後面 我們都看到了 那些Diffuser 都是全部是碳纖的 盡量是輕量的 烘了一點拍都還可以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背面就可以看到它的引擎 哇,這真的要看一看 本身整部車的靈魂 就是在這裏 所以究竟一架1比64可以將一架真車幾乘還原到呢 這件事都很重要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V10引擎 是的 基本上 大致上 其實車子 就拍得七七八八了 哇 好 好 就拍攝一個漂亮的R8LMS正面 哇 你說想拿光它呢 其實都很辛苦 哈哈 哈哈 最重要是靠它的背景 是的 我聽說好像這個展覽是去到星期四 好像 是 所以如果真是說想見識這一架1比1的Audi 就真的靠這段時間了 好 真車拍攝這麼多 我們先拍攝我們的老本行 看到本身poprace和微影 在這一個黃室堡 本身其實上面都有他們的店 這次就在這裏做了一個pop up 看到除了擺了1比1的Audi之外 都會在現場有一些限定 或者是一些手法的車 在這裏有得賣的 或者我們在後面看一看 我們在後面看一看 好 這邊先 對 沒錯 今天的主角 我相信是有玩微影或是玩poprace車的朋友 都不會覺得陌生 所以這次重點就是這一架 扮用型決戰兵器的第四 其實這個是第三彈的 但是如果說推出的話 或者在這個宣傳來說 它已經是第四彈 我們都已經在拍攝了 換上一些close up的車的details 有沒有那些壓前條 都是那句 剛才究竟它可以將一比一還原到多少 這就是這次的重點 我當然最重要當然是看它的引擎 這個角度適合了 沒有反光 車頭的線條 車底 車底 車底沒有東西看的了 車後面 這部現在是賣169元 會員有特價 會員的話就是152.1元 嘩 這麼多零丁 沒錯 介紹完這次的主角 我們可以回到下面 如果大家有追開微影的話 都知道下面有很多都是今個月推出的新車 沒錯 除此之外 亦都有未來將會推出的新車 上面會見到有Benz 有三檸 有Skyline 有Integra 接著就會見到快將推出的二號機 還有已經推出落了地 未有sponsor 的白色Pure 白色就說會場會有少量的現貨 還有少量的現貨 厲害 上次錯過了可以補飛 沒錯 至於旁邊已經推出了一段時間的初號機 對不起 自己下去這個現時點走 好 好 會見到有架灰帽 那一部就是Supelon 將會推出的Supelon 另外呢 旁邊那兩部呢 就是Skyline的改版Pick-up truck 蠻漂亮的 它可以將這個貨車做為一個炮車的規格 非常之特別 我覺得真的很特別 好 接著 又是賣廣告的時間 這一段時間 這間公司我想都賺不少 老實說 順豐 你每天都會見到他 誰知道每天都會見到他 真是 Everywhere and every time 之前其實都出了一段時間 順豐的1比64車仔 R8 LMS 始終都是今次的重點 當然都可以銷售多一點 其實未來如果疫情 我相信放緩一點的話 我都希望在10月到其時上海 就會有一架順豐拉花的新車 落場跑 好像是北京 北京展 謝謝 北京展 好 到其時會不會說 都說不會 沒有可能不會 應該都會有一些新的消息 微影會再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他們那輛戰車 會是怎樣推出 還有會有些甚麼新的拉花 大家就拭目以待 就是了 好 暫時這個櫃就介紹完了 我們來另外一個更加經典的 這個櫃大家會看到很多這個 場景 有部份是將會發售的 我覺得很喜歡這個 真是無敵的 大佬 這個Pick 上面又有波台 又有人 下面又擺車 一格格分開 這個 德哥 這個像哪個 嘩 絕 好正 會不會有產品化的 真是 有的 一定要買這幾個 真的 沒得走 是 稍後問一下 工作人員 這些場景 遲些都會賣的 咦 這麼聰明 對 有部份會出售的 我說我真是很手癢 我看到他們真的不是很純眼 又是德哥表演玩女的時間 大家可以看看 因為在賽車旁邊 一定要有些 Racing Cream 那些Racing Cream 當然要放一些很獨特的造型 才能吸到眼球 現在德哥就展露它的風格 大家可以看到這部就是 之前我們也介紹過的 Skyline GTR 玩Figma 最窄細就是它的平衡 為何可以捱著又不跌呢 這個真是要一些功夫 鞋子有墨後 怎樣都行嗎 要試 每一個細節都要試 怎樣 嘩 即是勾著它的孔 可以嗎 這麼絕 即是勾著它的孔 我怕它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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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嘗 非常好 這架一比十二是否賣六七千 我不記得到的價錢 六千尾 我記得是六千尾 六千尾 全樹之際 坦白說不會有甚麼技術 純粹作為一架觀賞車來說 沒有說話 買的是甚麼 買它的造型 細節位 以及它全新的拉花 沒錯 因為最貴的 就是它的標誌 對 你只是買這個 license 買窮它 老實說 然後下面 下面會有三款不同的場景 真是棒 這三個場景都很吸引 剛剛正在拍的 就是一個 Rally式的賽道 看見到非常自然的 但不好意思 現在這個場景 這個拉力賽的場景 就是不賣的 哇 這台真的 真是高手中的高手 而且前面都有兩架 Prototype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前面那部 暫時我們未有資料是甚麼 後面中間那部 就是Silica 後面那部 就是Mitsubishi Evo 很細緻 看到那些彎道 那些草 那些 真的很漂亮 近年香港很多粉絲 都會自己製造場景 或者買些場景回來 自己製造 真是高手的 真的 隔壁這個 就會見到一個 好像日本的一些戶外停車 沒錯 是 全和 就會見到 有一部pick up 最好的 最吸引 就是前面那部 哥斯拉 沒錯 就是1比64的 The Godzilla Pickup 就是粉紅色 是紫色來的 它的顏色有點像響鬼 響鬼的紫色 金屬反射 感覺非常漂亮 這部是全球300部 現在現售是299元 300部 沒錯 全球獨家 300部 所以這部真的要快手 因為真的很快秒殺 另外會見到兩部V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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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旁邊會見到一個 哇 即是賣廣告賣到盡 其實有沒有收回Panasonic錢 但我覺得這個場景都非常漂亮 很有衝線的感覺 沒錯 我想是一個日本的一些賽道場景擺設 那是不是真的要買一個用來專影車呢 真的都很吸引 要的 要的 不過我自己都反而喜歡中間的多一點 即是那種日式的停車場 好 下面 德哥 德哥那些最愛愛 德哥你介紹這些 介什麼鬼少 如果大家有看小弟的幻物壯志的話 都見到我有這輛Jimmy的了 非常之仔細和漂亮的 那都是那句 你能夠和他合作一個Clossover 那它本身 即是無論在著色 或者一些細節位 其實都一絲不久的 那也都見到有不少的開門的機密 還有這輛車可以推動的 不用擔心 真的可以來玩的 不是重手的 不過要小心些 因為好坦白說 挺化學的 真的挺化學的 特別是這些玻璃窗位 你真的不要找手墊 很硬 後面那些燈也是 但是你整體就這樣推 OK 沒有問題的 那這輛呢 現在是做特價的 1611 我那時候是原價買的 大哥 你1611 一定 遲買便宜兩塊 大哥 真是遲買便宜兩塊 足足兩塊 大哥 你先玩這麼多 那旁邊就會有兩部 是BMCREATION OK 買不起小的 買不起大便買小 都是一比六四的 125.1 嘩 這麼貴零丁 又是特價來的 特價來的 是便宜了 現在一毫子很難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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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過去 好 好 跟著 顧名思義 AERVA這個展 其中 一定要有說兩隻AERVA 一問你死明 你買車的 同一時間 會見到AERVA 那我們都介紹過 是 初號機 但是側近的緊急維修用 都是第一次見的 沒錯 不過這是一個試版來的 所以變成你可以見到 其實某程度上 都比較粗糙的 當然啦 真的說出貨的時候 我相信會有很大的改善 但是大致上 你都可以看回 現在這個試版的造型是怎樣的 在題外 知不知道劇場版什麼時候上 是不是今年年尾 好像沒有消息 好像 有 但我真的忘記了 Anyway 好 那 pop up store 來講 怎樣都要跟它賣廣告 剛剛見完兩部AERVA機之後 我們拍回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一拿著機 那些人全部都離開 不知道是害羞還是怎樣 懂得做 懂得做 可以拍一拍 我們近一點看回 現在究竟這個pop up store 有些什麼賣的 看見到有App Club Sofa 的AERVA的衣服 App來的 不是流的 測試多少錢 499 哇 五個水 另外今次的重點 就是這樣 說一次是169元 下面亦都有BM Creation 和pop race的一些小車賣 那些大概是143至153價錢 另外可以鬆軟一點 李小龍 哇 如果今次在這裏買東西 大家會看到 有個限定的紙袋會送的 不要說爽 我給了錢 我都要找東西拿走的 老老實說 環保嘛 環保不要拿 大哥 那就送紙袋給你 下面有Benz 不過記住是拖頭來的 還有LB Works的車仔 都是BM Creation 的出產 好 簡單一點 其實拍一拍這兩張東西 就會清楚這次pop up store 有甚麼快閃優惠和產品 當然了 其實來這裏展 我覺得買東西 不是說不重要 不過真的朝聖 看看一架 Audi LMS 都真是這次來的重中之重 因為如果你說真 1比1的賽車 在香港展覽 其實機會都少 是 因為多數我們都會去澳門看 或者有時候你會去一些 那些車行的 一些旗艦店 有時候他們可能賽車的月份 就會有賽車來做一個Display 所以就真的非常罕有 是 怎樣都好 記住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玩到甚麼時候 星期四 星期四 星期四之前 來一來這個王室寶 看看有沒有東西買 和和它朝下升 好 有沒有補充啊 導演 沒有沒有 記得我們今個星期 盡量有直播 希望現在GP 很多東西爆了 是不是認識了這個星期 靠你了 好 再見 Bye 好